大家好,我是李欣梅思也 然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话题是科技和艺术 因为这次去Google I.O.其实也是我 也是我第一次去Google I.O. 然后其实知道的东西也挺少的 然后我自己本身是一个大学生 今天我是学计算机的音乐的 也算是我,就是我也是初入这个行业 没有就是说很深的了解 然后自己在计算机方面懂得也比较少 所以其实是去Google I.O.的话对我来说挑战也挺大的 因为其实讲头的东西我都还没有设计也没有学习过 但是像科技和艺术的话,它是我自己喜欢的领域 然后它在I.O.中提到的很多的一些方面都是比较通俗理解 它最后展示的都是一些成果方面的东西 所以也是相对来说稍微好理解 然后也比较有趣的一些点 然后我自己的话我在Rose College就读戴二 我自己本身的话是一个特别艺术生的人 就是特别喜欢从音乐啊,绘画,舞蹈,然后包括戏剧,杂戏这些全部都有设计 然后在学校的话我是主攻竖琴,然后之前也弹过钢琴 然后追过长笛对 所以对整个这方面都会非常感兴趣 其实在去I.O.之前我自己对这两个领域能够多少的结合体 其实是没有什么信心 就是我一直觉得计算机用来赚钱的 然后学艺术就是赚好钱以后去搞搞艺术章听起来会比较好 但是其实Rose College就是给我一个新的方面 就是说这两个东西能够做一个结合 而且他们的前进也会非常的好 再说两句,然后我自己也是一个创业公司的合伙人 然后我公司的话主要是留学方面的 然后也设计一些户外图 所以说大家有需要还可以找我 然后我基本上是按了我在Google I.O. Team的这个session的这个顺序来讲的 我就直接把这个就是它这个话题列出来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下去可以自己再按这个topic直接找 相对应的他们在YouTube上的视频 这样会方便一些 下面的这个网站是它当时会场给的一个 关于他们的声援资料的一些网站 就是如果你对声音设计这方面有感兴趣的话 可以直接在网站上找一下你需要的这方面的资料 然后其实这个session的话 它其实讲的就是关于声音设计 在你的网站软件各方面当中的一个运用 从基本的比如说我们点加网站 它发出来的那个clink的那个声音 然后到你很长的比如说其他的 加载或者是产品 当时涉及到其他声音 它会对你的产品有什么影响 它当中提到了三点 就是比如说Quality Type Emotion 第一点的话其实它的质量 更多的牵扯可能是一个金钱方面的 比如说你的用户会更愿意 把钱花在古典音乐上 还是在现代流行音乐上 这样的话就其实是一个反应 它能够它的质量和它的收入的一个关系 第二点的话 Time 它其实是你的用户会有多少耐心去听这段声音 或者听这段音乐 然后这对你的用户体验有什么样的差别 第三点Emotion 它的例子其实就是 人在听到开心的音乐之后 会对它所看见的东西有一个正面积极的反应 那么这个就是它感情共鸣的一个点 就是你如何利用你的声音的设计 去影响你的用户体 让他们对你的产品 就是有更多的 让你的产品有更多的吸引力 这个是它提到的一点 就是说Sightless design is just as important as sound design 就是你在设计声音的过程当中 你要去不仅去考虑你的声音的整个效果这方面 同时要去考虑你不发声 然后这些空白的这些时间 它同样会影响你的用户感受 你的用户体验 它其中讲到了几个模型 就是关于Visualize的这个声音 那么第一个是Time Base 它其实就是把这个声音的文录画出来 通过它的这个声音的分贝 还有它这个时长 然后它就会直接 绘制出这个声音的这个图像 第二种的话是Gember Base 它其实就是 从最左边的话 它是越接近电子的一个声音 到最右边的话是 越接近纯自然的一个声音 就是你通过这些区间可以判断你想要哪一种声音 哪一种声音更能够达到你所想到的效果 这些都是有一个去衡量它声音的 它的指量各方面的一个 这种视觉化的一个图像 最后一种是一个Frequency Base 它其实是一个动态的 就是通过你的这个频率 它直接是在这个图上动态的展现 这种声音的一个效果 让我回答提长给大家展示一下 其中一个网页 它上面涉及的一些内容 它其实这上面会有 比如说像Principles 就是你的做声音的话 声音效果的一些原则有哪些 第一种Formative 就是像传达信息这样一个方面 这边 这个声音效果 我还会再讲到你听好了 这个时候得有大的声音 对好 然后这个 Honest它其实就是 它其实就像一个代表音 大家都知道像Google 它们都会有一些 比如说它们Google 那个logo显示的时候 它会有个声音 那个其实就是它们的一个代表音 就这个声音出来 大家会知道你是谁 或者你代表哪个公司 但是它可能就是 就是传达你想要代表的 这样一些独特的信息 听完了 听到是不是 反正它是一个 相对来说一段的音乐 那么它其实就是一种 可能是一个持续性的动作 就是你在需要的时候会用到它 然后这个网页的话 它下面其实就设计一些其他的 会讲的声音啊 音乐啊 各种方面的 整个这个网站的话 里面都可以找到 如果你后面需要就是说 生命设计 还是方便的 那这上面都会有一些 它可以 让你直接拿去用的一些 原强量的这种source 然后第二个的话 听的这个三项是 Art and AI 它其实就是讲 我们在创作艺术的过程中 它是如何和这个 机器智能结合起来的 然后里面有一位讲师 他是一个华裔 那么他做的这个项目就是 把人的思考方式和机器的思考方式 结合起来 就是我们如何 就比如说我们今天想做一幅画 我们今天想传达一个信 比如说我们做一幅城市图 我们今天画出来的程式图 和另外一个人的画出来程式图 肯定是不一样的 因为这个理念 所以他就说 那么机器脑子没在想什么呢 所以说他就想利用 机器思考这个过程 然后和机器共同创作 这样子就是把两个相结合 然后带来一个视频 就是他就是和算是一个 他第二过程的一个 创作的一个视频 中间在风光中的一个人 转发中的一个人 在风光中的一个人 和声音的会认为 一个不器材的 和声音的时代 用例子的 crews 智明他就说就是这个机器手臂会学习就是这个艺术家他在作画的一整个过程和他共同创作 他们其实相互是在彼此做这种灵感来源的一个过程 这块其实就是用 machine learning 然后机器学习这方面 然后和绘画结合这样一个 然后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那其实他传达一个理念就是说我们从同一种东西如何从一种形式另外一种形式他们中间能转换 从而创作出更多的东西其实他后面还有些项目跟这个都是有非常大的联系 我觉得他们一直就是在贯彻这种理念吧算是 这是当时我现场拍了一个照片 下面我要播放一个视频 然后这也是他们当时创作一部分 然后请大家就是看完之后猜一下他们想表达就是或者说那个灵感来源是什么 给大家提示一下然后那个话题是关于自然的就是自然和科技结合的一个方面 它是用绘画形式展现的是一个动图 这种东西是一个动作的一种 好,那有没有人愿意猜一下这个话是什么? Nature Balance 是有些的污染肥养 是有些的污染肥养 嗯,再猜 Nature Balance 把它更具象 就是它讲的是一个很具体很具体的东西 你要再看一遍吗 再放一遍 它讲的是非常具体的东西 也就是不要把它想太宽泛 它是有限 就是 最后这个东西 它的那个 怎么说 无论从形状还是各方面 都是按照 原来的比例班上来的 所以 好,我再放一遍 还有人有想法吗? 还有人有想法吗? 关于 对 不是,不是 西方 西方 Google Map 这个是Google Map上解下来的 他们用了那个方面的东西 但是具体的是什么? 羊牛 嗯? 羊牛 羊牛 是 恭喜,恭喜 这不让厉害 他们其实就是绘制了整个 通过他们卫星观测 所有的大的河流的一个变化 因为我们都知道河流 它的位置是会有移动的 然后他们的整个过程其实就是 等于再创造把这个河流整个变化的一个过程 然后再画出来 就变成了刚刚那个样子 然后 对 然后这个的话 它是摆在Google IO的一个很长的一个道的镜头 那里一直做一个循环的一个展动的 然后这个也是主要他们的一个 算是一个在Google IO的一个大project 他们当时还展示另外一个就是 他们最早的时候一个project是 一位舞者他们自己就是 就是创造了一段舞蹈 然后呢 让一个音乐家去观看他们的舞蹈 没有声音的 然后那个音乐家看到他的舞蹈之后 用自己的 相当于自己又创造了一副 一个曲子 然后把他的舞蹈表达出来 然后再请一位画家去听那个音乐家谱出来的曲子 把他听到的东西画出来 然后最后他们把这三个放到了一起 从放到了一个舞台上做了一个大的project 就是他们从一个形式转换到另外一个形式 再到另外一个 这个也跟 也是就是我刚刚提到 他们一个形式相互转换 再结合的一张艺术过程 然后第三个的话是 就是music and machine learning 这个的话其实跟那个 刚刚绘画的过程也是比较像的 它其实就是一个 嗯 相当于是 帮助你不去 然后预测 你想要听到的那个旋律是什么 然后带来一个特别有趣的视频 是他们 IOO的那个 一个乐队 他们用 他们在后 就是之前研发的过程中 他们弹奏水果的一个 视频 就是他们把他爽的鞋路感 好像到最大的 好想到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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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想到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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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就是最基本的一段旋律 对,它其实用的那个原理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打架子鼓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鼓锤它每一个鼓汤 会敲打它用铜的力度 然后都有一定的节奏 然后那这些其实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一种数据 然后我们把这种数据把它提出来之后 它可以转换在任何一种其他的乐器之上 然后我们把这种数据输入到其他乐器之后 它再创作出来这种音乐 再去和那个鼓声结合 就一定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合体 因为它们有比如说这种类似的频率 一种节奏 然后一种类似的这种pattern 能让它们很好的那种合到一起 所以它其实就用的是这种原理 去做一个音乐的一个在创作的这样一个过程 这个是不过二代考虑 我不知道你们之前多少人了解过这个软件 没有 然后这个软件的话其实就是一个 算是汇聚了世界上所有的 名画建筑各方面 所有跟艺术有关 找一个作品的一个地方 然后我找了一个简单的小视频 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到底是做什么的 然后这个图 这个图是这个APP里面 art selfie它这样一个功能 那它其实就是你照一张自拍之后 你上传到这个application里面 它会根据你的面部特征 识别出来一个跟你很像的一个化妆的人物 然后这个是我在那边认识的一个姐姐 然后我当时给她拍完之后 十个突然是这张画 然后我就把这张画放到地上 跟她找了一张合照 然后我觉得这个挺小的 对 然后它里面就是有这样一个功能 然后这个是视频 然后感情从后面 可以自己下载一下这个 然后试一下看自己长相打个女化架之类的 现在我们可以看自己长相打的 这样的一张是 我们可以看自己长相打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自己长相打的 好 你看自己长相打的 原唱歌表演 她在台上设计划 这边是 bananas 这边是一种颜色 找到所有跟大家一种这颜色的画 这个就是全景图 所以所有的聖堂 還有包括各種 Art Gallery的全區 然後這個就是Google 2.4 它其實就是 從全方位來幫你接觸一處了解藝術 包括你就是可以直接放一個畫廊在地上 然後這樣點進去就可以 就可以直接拿手機這樣子看整個畫廊 然後就是相當於是 而且你可以把它就是想放多大放多大 想到看哪個畫的細節都是可以直接做到的 甚至都可以游覽各種 甚至是已經不存在 但是他們當時已經就是陸入數據已經拍過 拍攝過的就是這些所有的場地 他們都會有這些就是相關的資料 然後這個話題裡面 他還提到的另外一個是兩個藝術家 然後他們創作的這個過程 跟這個就是Machine Intelligence相關的 是一個是一個相當於是 結合圖畫的這樣一個過程 這是最原始的這樣一個畫 然後這個Deep Dream是一個組織 就是他們通過把這些圖案錄入進去 改變不同的參數 比如說抽象多少 然後我想要他們重複排列的頻率有多少 然後創作出第二列就是這種圖畫 然後呢第三個的話這個Panel和Vaila他們兩個其實就是通過 然後就是用Deep Dream創作出來的這個圖像 進行第三次再創作的一個過程 然後當時在現場的時候那個女藝術家他身上穿的衣服就是他們自己創造出來的這個圖像 然後下面這一幅也是他們的一個作品 然後今天大概是關於Io的Session的介紹大概就到這裡 然後後面的話是想分享一下我作為一個 這個第一次去Io和出入計算機行業的一個 一個同學然後對這個 餐會的一些小的感受和分享 然後這個的話是Women Tech Makers的 然後因為我這次去PoIo也是因為收到這個 Women Tech Makers的邀請 然後這個是我們所有人在一起照的一個合照 好這件事情提醒我下次要去戴國旗 對 對 然後我在這裡不要不要搶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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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在會之前就是Io開會前一天我們會有一個就是Women Tech Makers的一個 geç飯 show 就是要請所有的旅行科技工作者到場 然後這個社交人然後交流的這樣一個過程 然後當時隨便找到一個桌子做就是去彈畫 然后结果是Women Technikers的总负责人 我当时都惊了 我直接吓死了 然后我聊了半天 然后我说 你看着有点眼熟 我说你是不是跟我们天发邮件的一个人 他说嗯 就是我 然后反正就是挺神奇 挺奇妙 就是我觉得是 嗯 这位 Melissa 然后 然后真的是 就是你想不见多大 多大我的人都可以 然后剩下两位也是在跟我工作的 我当时好像没有遇到 我在Google工作的 对 大家都非常厉害 然后他们也跟我聊了挺多 包括他们自己在Google的一些工作经历啊 然后他们自己 其实都是一些兴趣暗号 特别广泛 然后特别有趣的人 然后最后我们其实是在一起看了 在那天刚好一场的BA的球赛 然后我们就一起看了把球赛 然后这个是在那个L会场 然后这个是汤那个标志那块 然后我和另外一个韩国小哥 然后我觉得就是 Google IO他提供给我们特别多机会 去跟非常多不同的人去交流 去沟通 然后我当时是住的是轻女 一个在附近一个轻女 所以然后那个韩国小哥 就是跟我一个宿舍的 然后我们就一块去Google IO 当时整个轻女 全是去Google IO的 是这样子 然后你反正遇到的人都是这个领域的 然后这个小哥是一个游戏开发的 然后包括当时寝室另外一个 他就是一个公司的老总的 自己有一间公司 然后大家都是这个领域的 然后我们共同的好好自己 然后大家一起出去玩 然后这样交流 真的是特别好的一个经历 然后包括其实Google IO 他自己本身会有一无意识的 会希望你去跟别人有这种交流 他就我们早上会一般都会拼车 早上晚上都会拼车 他有那个拼车都会劝 然后拼车的时候 我就基本上遇到什么河南人啊 一管啊 就是每天早上都遇到不同国家的人 然后大家就路上 其实遇到大家都知道是去Google IO的 然后我就会聊两句 然后讲讲 大家都是干什么的 然后其实也是各好各业的都会有 但是都是就是有那种热情啊 在里面 然后这是现场 我们有面特别大的抢了 然后就是你会去拍一张照片 然后贴到那个位置上去 他会出了一个 出来一个随机的码 然后贴到他们 最后所有人就是变成一副大的图像 然后因为我生日是5月24号 然后当时抽了两个24号 然后就很激动 然后就拍了那张照片 然后这个是这个是当时在会场那边认识的几位小哥哥 然后我们一起把那个搭了一个Io的这样一个图像 然后照了一张照片 然后这是我的战利品 然后这是我的背包 然后我的背包也在那里 这是我的战利品 然后去Google IO那套 然后我的说位是空的 然后去完之后就变成这样了 然后我今天还带了两个多的 然后如果大家一会有就是提问或者干嘛 虽然我不知道我能回答什么 但是如果有的话我就送给大家 然后我还带了两个 就是Google IO他现场的一个纹身的一个小贴纸 然后再纪念 然后下面那个是一个安卓一个小机器人 他那个有一个随机的一个盒子 就是有十几种不同的造型 然后我跟另外一个小姐姐 就是那个刚被我摆上的照片 因为然后我们俩一块就是把机器人拼成了一个 对长臂子 对 然后最后这句话是我在那个计算机历史博物馆里面看到的 他说the best way to predict the future is to imminent 就是去一次未来创的方法就是去发给他 然后我觉得在顾IO意见的人真的都是你觉得能创造未来的那一群 然后希望在座的各位肯定都是我们一起创造未来的一群 所以希望我们都一起加入 有问题吗 没有吧 有吧 我说 这些就是小姐姐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就是除了最大一些 就是你就是对于这个计算机的行业就是 就是最大的感受 因为你刚才说你从来没有接触 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就是另外一个有没有想入前到后到的坑 哈哈哈 这个坑我觉得我还了解的太深 但是可能了解是我就入坑了 这是问题所在 然后我觉得我感受最深的就是 我觉得我原来没发现计算机们干很多事儿 就最早接触计算机就是因为觉得它有用 但是我没有想到它都这么有用 就是因为去了之后 从无论从和Sensibility 就比如说他们给那个视觉障碍的人发明的那个 就是能够帮他们读眼前能够看到什么 包括比如说Google Map可以拿文字 直接覆盖掉原来的文字 帮助他们日常生活出行这些方面 就是我觉得原来感觉这些东西在生活里面 但我觉得从来没有就是专门意识到 他们确实对我们的生活感变非常大 就甚至是包括网站上包括那个Lazy Loading 就是刚才前一位讲的那个东西 所以我原来是就像这个 它其实就是一种我们这个行业的人 在人的生活各个方面的一个深入吧 我觉得真的是过去之后就发现了 我们的未来 我们现在的生活就是这些人创造出来的 就是这种感觉 就是因为他们其实做的每一天小时 都在特别微小的 但是很深度地改变我们的生活化 这样子 我有个问题啊 就是我个人好奇就是你的专业是计算机与艺术 计算机的音乐 计算机的音乐 这是一个专业吗 不不不我两个 两个方面的 双学 对没有这个结合的专业 对不对 其实很多人都特别好奇 就是你一个 他们先听我喜欢计算机之后 我说那就是这样吧 然后我又说我是学音乐的 然后他们觉得什么 男老人会同时学这俩的 所以其实算一个 我觉得算是一个蛮养生的结合 就是 就是其实你想是这样子 就是计算机大家一般说会秃头 但是学艺术的都是长头发 所以这样的话 我觉得还是能能够好维持想我的头发现在的水准的 对对对对 就是两种天父母 然后金老鼠 这个是在学校里面 就是你可以前两个专业都去修吗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ur 你即刻力是学有点多 我就是我只是学了 什么温 sometout的一个小拆 对四家修才叫小拆啊 那我不是你才开始学 这是大学大学大小 我开学其实算大生 然后因为我跳了一集 那现在开学的时候 是不是 Еще肯然后实验都没事 我是不是抗itan了 再重新考虑一下选择 每天年车还可以选择 好 还有吗 写一下什么 flug之后 还有什么问题没有的话 先就到这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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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ste 一起 vamos 来 谢谢 unya